其實眼科醫師都知道 你幾歲得近視眼 真的 為什麼 因為他從你近視的那個 眼軸的變化對不對 對 他就知道 所以我去看眼科醫師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國中開始戴眼鏡了對不對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怎麼會不知道 因為他說你的成長 你的近視跟你的成長 其實有關係的 所以為什麼他一直呼籲 就是說越晚 小孩子越晚戴眼鏡 他將來深度近視的機率 就會比較低 因為他說其實坦白跟你講 他就說你大概女生15 6歲 就是15 6歲以後 你近視眼不會再加深了 你怎麼亂看 怎麼可能 我一直30歲度數還在加深 沒有 你是一類 我一類我一類 紅彩炎的 他說就是說你到你長大以後 你要加深的速度是有限的 有限的 所以小孩子越晚戴近視越好 然後他說其實看電視 因為只要距離 看電視有一點距離 還比較不容易戴眼鏡 但是看書都是太近 所以那個就會比較容易得近視眼 他說但是很為難 看電視就不長腦袋 然後看書就會長近視這樣子 難怪最近有媽媽花20萬 去買什麼閃什麼卡的 然後就因為就是用看電視 人家明明就可以用看的 就要用看電視 可能只有這個道理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另外一個眼鏡 就是你剛才談到 因為小朋友現在近視提早 然後他們高度近視的人口 變很多對不對 也導致我們現在另外一類人口 也是提早出現 就是白內臟 很多人都以為說 他是因為開了雷射近視白內臟 我說其實不是 你應該是本來的高度近視就非常的 你幾度呢 他說1000 我說1000度 因為高度近視的族群 他本來就是白內臟會提早出現 真的嗎 那我屑怎麼辦 你知道那個1000度 一定是很小就開始戴眼鏡了 所以一定要延緩你的小孩 戴眼鏡的這個時間越晚 他將來高度近視的機率 就會變得很低 現在還有一個老年人 應該是老年人才有中年人 就開始黃斑步的這個病變 對 老闆 那不是眼睛毛 眼睛毛 那是看不見 看不見 對啊 這個也是中年人的一個毛病 對啊 可是這些 剛才就是說驚啊 驚 大家驚除了長時間之外 現在人真的都是為了工作 不要命 就是熬夜非常的可怕 你有熬夜嗎 對啊 所以你看 晚上還有什麼在開 我之前都是寫稿 都是晚上寫 那有時候除了部落格之外 有時候還會寫一些專欄 或是其他的東西 大概就是平常大概 回到家裡差不多是9點 10點 11點 然後那家人都睡了 那整個家裡就環境是安靜的 然後你可以自己就是 在自己的世界 那你現在都不吃了 你還怎麼寫 對 我現在還是吃啊 只是吃得比較健康 吃得比較少 然後那 我說不吃美食 一樣吃啦 還是有吃啦 就找朋友一起出去 找朋友出去啦 然後那叫了幾個菜 然後我可能吃一口 然後剩下的就朋友吃 所以不久很多人要跟著 走路是下一個人 Tenry你運不運動 我現在有開始要運動了啦 之前都是泡三溫暖比較多 然後現在會 因為太劇烈的也不能 所以就只能騎騎腳踏車啊 然後就是 就是我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還滿能走的 就是走路我很會走 運動很大的關係嗎 其實運動還是滿重要的 因為就在講心配功能來講 其實我們這次在幫他們做的檢查裡面 有一個就是心配功能 你騎了還沒有 還沒有騎喔 還沒騎 那基本上心配功能 如果不好的人 其實他未來 這個死亡跟心臟病的發生都會比較多 所以是我想要跟他講你知道 我覺得運動是要 可是不要太距離 你像他會更硬 會更硬 我講實在 我不曉得我自己血管有沒有阻塞 那我其實都有在做體檢 我那天我兒子說 下午 鬥牛 你要我兒子大三 這都是年輕人 找我們鬥牛 我老實講很久沒有鬥牛 大概有半年了 你不能半年鬥一次 那很激烈 這好笑 平常沒有練習 你去鬥了 鬥啊 這好笑 跟他鬥一鬥 鬥完以後 我跟其他年輕人 我還贏喔 他們故意讓你的 贏的人不是繼續打嗎 對啊 你起來又懷疑了 結果你知道 那旁邊不是有那個看台嗎 我連坐都不敢坐下去 因為你怕坐下去 站不起來 會疼去 不是會疼去 那個實在是太激烈了 所以我就自己怎樣 自己在那個籃球場 旁邊一直走 一直走 讓你的心臟 慢慢的慢慢的舒緩下來 我在想說 會不會那個其實也很危險 激烈的運動 激烈的運動 其實你如果一個平常 沒有在規則運動的人 突然激烈運動 那是很危險的 他會增加心肌梗塞的機會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 尤其是已經有心臟病的病人 我們不鼓勵競塞性的運動 激烈的運動 激烈的運動 已經過度興奮 過度興奮 過度興奮有時候 他會讓你的心跳過快 然後還是說 你的心臟的復活過重 但是你的肌筋就有問題了 不會感到 那你說像那個誰 廖峰德 他是爬山對不對 而且他沒有爬很高的山 他只是走幾步路的樣子 就是說那個山 其實算是一個郊區 他不算大山 可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真的就是爬一點就很累 對 我想廖峰德 我想也是要呼籲 就是說其實基本上 我們很多的民眾 其實他們已經有心臟病了 但是有的人就不認輸 不服輸 還是說就是死不認 那就是說 我還是要鼓勵你們 要有一個運動的希望 但是不鼓勵你們 做劇烈的運動 跟競塞性的運動 但是對於已經有塞得很厲害的 我想廖先生 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是已經內科的心臟科醫師 跟他做了一個心導管 他有很厲害的阻塞了 而且我們用支架 用內科的治療 都已經沒有辦法了 這時候我建議他 去接受外科的治療 就繞道 繞道 但是問題是在這個當中來講 應該是要好好的休息 然後 讓你的心臟能夠 在最好的條件之下去接受開刀 這時候是不適宜做任何的拘留運動的 我們知道最好的 十幾隻 十幾隻 當然就是 目前來講是 一定會神奇 對啦 這個放幾個其實是OK 就是說基本上你的血管夠粗 然後你的夠厲害的阻塞 而且我們管子也可以過得去 我們就可以放 只不過是要記得 那都是外來的 所以吃完之後 要吃飽酸糖 要吃R-10-P-0 那問題是說 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 你吃的東西 就不會再塞回去 因為基本上 還是要看你的這個 你這個根基 是不是有把它好好的治療好 否則基本上 它還是會再塞回來 天妮你43歲了 你以前沒有健康檢查過 有啊 以前大概兩年前 我是每一年都檢查 那時候都還滿正常的 就鞋子還比較高 就有三酸乾 大概300到500這樣子 你才兩年報章 報章到1800 所以你真的 你那個 部落格是用生命經驗的 對啊 可以申請職業災害 蘇醫師也是職業災害的高手 問他 這樣可以算嗎 我想因為過老死 其實我們去年 曾經開過一個診斷 那當然不容易 現在可以檢驗 鑑定說這個死是過老死 我們老委會有一個規定 當你的這個工作的時間 真的是有打卡證實 你是真的是 over time walking 那當然它有一個 超死工作 有一個標準 那個比如說是 連續的加班 然後這個一天工作24小時 連續好幾天 然後你生病 當然那個有一個條件 我現在沒有把它記下來 不過就是說 這個有一些條件 就是說 你的加班的時數 比如說 你過去一個月裡面 你加班的時數 超過100個小時 那當然你要打卡證明 這個老闆 可能你要去做這個證實 可能很困難 不過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不少的人 他們工作時間 確實都是超時 那包括我們 在去年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我們收了 心肌梗塞的個案裡面 還是這個嚴重心臟病的病 個案裡面 他們工作時間是 一個禮拜工作時間是 56個小時 然後他們 我們現在雙周84 一個禮拜 加班的時數大概就是 都是十幾個小時 14個小時以上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 每天都有 台灣人 我們目前的大概是說 因為大家都很勤奮 所以實際上 有時候算一算 我們的工作時間 超過六四個小時以上 很多啦 各種一堆人都有啦 那所以我想 我們其實都是高危險群 醫生也是 對啊 那我想 因為你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工作型態 我想可能還是要 要做一個報告 就是很重要就是說 最好還是不要熬夜啦 因為 我想生物時鐘上面的一個安排 就是說 你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嘛 那如果說我們 違反這樣的一個生物時鐘呢 其實你要付代價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做過一些研究 關於這個 十二個小時的 這個夜班輪班的工作呢 我們發現到他們 隔天之後的血壓 隔了48小時 血壓都還沒有回復到 這個比較好的水準 那他的心臟的 整個大夜班 心臟的變異 心臟的變異 變動性呢 其實也會變差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等於是 蠻下的一個陰 你未來可能比較會早 早一點發生心臟病的機會 那天靈你以前 熬夜都熬到幾點再睡 我大概都三點多 四點 三點多睡比較多 零一整三四點 對 其實我以前在報社上班也是 就我最早 踏入媒體是在報社 然後報社每天都忙到十一十二點 然後回到家弄一弄 常常兩三點才睡 然後我在報社工作三年多之後 最大的禮物就是 我就得了一個失眠症 然後真的 每天晚上都睡不著睡不著 可是我又 有要白天才能睡是不是 我大概要五六點才睡得著 凌晨五六點 凌晨五六點 然後那時候又不好意思去看醫生 因為覺得說 醫生一定給我安眠藥 我不要吃安眠藥 安眠藥一定是毒 會養成依賴性 所以後來我就想出一個辦法 我是喝紅酒 喝完紅酒之後 就很好睡 然後以致 就是養成說 其實我酒量還 沒有沒有 我大概要喝到半瓶 才會比較好感覺 剛開始喝 剛開始喝 你就覺得說 可是我告訴你 酒醉很容易醒 對 沒有 後來反而我就是 因為這個原因才換工作 因為我覺得失眠 真的是太痛苦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半瓶是多少 半瓶差不多四百瓶 我四百瓶才有百瓶 如果我們繼續下 結果因為酒飲去洗 你看醫生